第一个他是基础知识不行 还是他真的对着不感兴趣 如果是基础知识不行 可以进行适当的补课 如果他真实在这方面没有天赋 那么你再花多少钱 也把他补不好 所以真正的印裁视角 就是一定要了解 他的优势潜能在哪方向 把他优势潜能这方向发展 更好 上次我遇到一个老外 他说他的爸爸在德国历史学方面 是整个世界排到前三的 但是他的数学 跟小学三年级差不多 所以需要我们对这个教育观念 进行一个矫正 一定要了解这个个体的情况 来确定怎么样去制定 他的学习方案 我们现在很多孩子 因为觉得比别人少一分 就一定要花钱把他补上 才使得我们这个培训 恶性循环 一到三年级是供英语 四五年级供奥术 像汉林这样的 小生畜面谈的时候 新概念英语至少要读到二 三千单子量那是毛毛语 这是在各大卫视热播的电视剧 小舍得 因其精准洞察了社会思潮和集体情绪 引发教育界家长圈广泛讨论 正如电视剧展现出来的那样 起跑线焦虑 择校焦虑 作业焦虑 升学焦虑 在家长们的心头挥之不惧 教育的内卷现象 显露得越来越明显 这家培训机构主要从事幼儿教育 其开设的幼生小精英班中 教学内容严重超前拔高 工作人员甚至宣称 幼儿园不在校外上培训班 就是在荒废 按照这位工作人员 对幼生小孩子划定的 所谓知识标配 幼儿园毕业前 孩子要掌握一千个汉字 一百以内加减法 和简单的英语绘画 此外还要基本掌握汉语拼音 拼音也是小学学的 理论上 拼音其实现在 基本上都是中班开始学的 因为小学拼音 大家都是 就算是公办小学也是这样的 它都是默认是会的 近年来 一些校外培训机构 违规开展应试培训 干扰了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增加了学生课外负担 而一些收了学费 却人去 我们来说 感谢观看